這裡的月潭水口的電風漏差 做出水利向來有五斤水利發電槍 其中的大管理槍以及臉塘發電槍 在過去軍事國風的科隆之下 特別的發電槍更是在山邊當中 台東的工程師也因處每天都需要在 身邊的山來的環境中 為何台灣重要的水利發電運作 非常辛苦 頭過鍵頭 帶大家來了解 對著台關發電槍的工夫車 兩隻到山邊當中 才知道原來在民國七十四年 所搭造的台關吉槍跟民棠發電槍一樣 是設定在山邊當中 記得這些東西附近的 在高北山電有兩三百公斤的記憶 那就是先開發這個隧道 從隧道進來 從裡面它從上面一直挖下去 然後裝的時候 機組從最底下一直裝上來 從六十九年開始動工 到民兵到七十七十四年 七十三年就是第一步開始發電 然後七十四年是四步機完全可以發電 然後它裝置容量總共是一百萬千瓦 那這個量就比原來這個就大關一場 原來的大關跟聚工的兩個合起來才四五萬多 這個已經一個就是一百萬了 台關吉槍跟吉槍不一樣的地方 對它在使用以分上的差別 另外就是水冷機正式方向和規模也不一樣 但最重要的是台關吉槍的水冷機 可以在發電的離風機間將水還再挑出回去一段時間 那一場跟二場不一樣就是一場發完電的水 是往下游的巨公沖櫃壩去排放給它 然後再做一次發電 那二場這邊的部分就是說 發完電的水 然後儲存在我們有下池壩 我們叫做講下池 然後在利用離風的時候 我們發電機逆轉當水棒 把水下池壩的水又抽回日月潭 這樣循環使用 台電公司的水利發電廠 當然以前那是所謂的種地 現在為了讓大眾了解說台電公司 我們工作同仁的一個辛苦跟工作環境 能下來親身感受一下 那跟我們台電公司的同仁 那一起了解現在的工作的環境 跟他們努力的地方 台電公司的台關吉槍以及臉潭發電槍 在過去的國風口流下 跟著在山邊當中 安全又更穩密 到了現代新衛一種地下儀館 電槍現在也儘管一開 向鄉親來新興參觀 最會來了解 才有真有力士共現的水利發電槍 記者給我們散播